香港学运越演越烈 周六晚间有五万人集会 声援学生 而占领中环的行动也在凌晨 突然提前宣布要启动 占中从金钟的政府总部开始 之后会有一波一波的公民抗命行动 11 李锦华来自香港的报道 从罢课真名主到声援学生 五万人参加集会后 占领中环行动也提早启动 虽然大部分人支持 但也有人是因为声援学生而来 所以离开了现场 有遇千人则通骚留守 天亮之后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和民众聚集 警方封锁大部分前往集会地点的道路 引起民众不满 有参加者说明白公民抗命 有被拘离及逮捕的风险 希望透过不合作的运动 就是可以让就是政府 还有就是我们的特首 可以了解我们的诉求 警方在集会周边加派大批警力 为之何时会采取行动 这里的雨伞证就是准备 万一警方要进场驱离的时候 抵挡无招碰雾的 以上是中市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道